如果你没有报改好,老公就开门的话 老婆你听我解释 妖精,老娘跟你拼了 这也太惨了吧 老婆,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啊,快开门啊 你要不看看自己的样子 我怎么现原形了,先变成人形 要变成人形啊,那应该吃刻画形单吧 我去 我要好身材 要好身材啊,那这巧克力能整个八块腹肌吧 诶,成功了 不能当丑男人 你确实挺丑呀,应该选什么呢 化妆品肯定不行了,选择黄瓜吧 妈呀,完蛋了,重来重来 是不是要选择口红呀 怪不得老婆爱买这个 果然变帅了 我的绣发 要一头靓丽的绣发呀 这兔头应该吹一下就好了吧 诶,这个挺帅 熊靠衣装 那衣服应该选哪套呢 感觉黑色的比较男人一点吧 哇,这样可以 我家备用钥匙在花盆底下 那把花盆移开 这下老婆应该不会揍我吧 老婆你听我解释 妖精,老娘跟你拼了 我去,怎么又把我给揍了 上岸第一件,先斩一中人 最新款乞丐服 挺适合你啊 那强哥也换一下 还能穿穿 强哥真是不忍直视啊 这咋还叫有钱任性呢 拿来吧 现在流行战损风 没钱就没钱呗,还吹 空调也收了吧 风湿严重了 不能吹空调 你还死要面子 电视也不要了吧 今天卖卖又能有不少钱 诶,这船还这么豪华 赶紧卖了 用一点 对腰好 哦,这个青花瓷应该值不少钱的吧 花瓶哪有碗食用 对啊,有碗就可以当乞丐啊 那这顿豪华大餐也吃不起了 能吃就行,不挑了 这桌子也应该没收了吧 这样不占地方 那这个地毯肯定也要卖了 这样好打扫卫生 还有啥能卖的呀 诶,这个窗户看起来是镀金的 卖了 墙屋通风 新鲜空气随时有 对啊,这才适合你吗 可这还有欠条啊 强哥去打工还债 不行 那给大嫂试试 也不行 可这个屋子看起来 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值钱的了 如果阿飘说 我脚臭怎么办 你哪里有脚啊 戴个口罩就闻不到了 这样就闻不见了 我被车压成纸片 他们天天笑话我 这个简单 打一下气呗 这样就不像了 下一位 我眼睛有问题 看东西只能看一半 比如一百 我看到的是五十 这么离谱 那这个你看得懂吗 你看看这是多少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头疼 还会头疼啊 那你不要那么早起啊 以后每天中午再起床 下一位 我穷得要命怎么办 那你是来错地方了 去复科吧 你来错科室了 我的眉牙坏了 一直在漏风 这怕什么呀 把嘴巴封住就不会了 牙掉完也不会漏风了 我男朋友睡觉 老是压我头发 这也很容易啊 直接把头发剃光呗 这样就没问题了 下一位 最近我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你是阿飘啊 哦 加个杠铃就重一点了 这样就重了 我一着凉就会腿疼 都说你们没有腿了 那把天上的乌云给你当被子 这样就不会着凉了 我一说话就腰疼 那你站直就不会了 站起来就好了 真是一群傻瓜 广东还在穿短袖 东瓜西瓜黑麦瓜 你是我的小傻瓜 东北已经穿棉袄了 哎 你才是东北粗粮吧 给你来个红棉袄 你臭啥 那广东来个短黑裤 姐姐把你当个补 而且常会对你好 还要穿上袜子 姐姐潮姐姐好 姐姐令你没烦恼 戴着白银耳饰 红茶绿茶柠檬茶 就算的你这杯茶 这个帽子是东北的 雪地靴也是东北的 那这个书包是南方小土豆的吗 这个裤子也是它的 你只会玩玩吗 连靴也是它的 衣服也是你的吧 围巾也是你的吧 但是东北粗粮戴着金手是哦 南方小土豆就免耳罩 那可爱的帽子 就是广东的 姐姐把饼有身心 靴是个中小毛巾 鞋子也是它的 前天两天暴雨天 爱你爱到发晒天 白包姐姐出回家 事业有成年呱呱 雪人应该是南方的吧 我不是小土豆哦 我有一米五五哦 诶 这没道具了 东北的还缺个啥呀 妈呀 到底是宝大还是宝小啊 我快疯了 丈夫的抉择 妻子怀孕了 怀孕后 妻子每天都很开心 还买了一堆宝宝的东西 自从怀孕后 妻子已经买了很多宝宝的衣服了 婴儿车也买了 刚检查出怀孕的时候 妻子就给宝宝准备好婴儿车了 这是怀孕报告 妻子怀孕了 我们很快就有宝宝了 夫妻都很喜欢小孩子 我和妻子都很喜欢小孩子 一直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老婆 你怎么了 老婆生病了 是癌症中期 癌症再拖下去进入晚期 手术成功率就很低了 不能再拖了 医生建议不要宝宝 如果等妻子生完宝宝 妻子大概率会没了 用手术的话 我们的宝宝就不饱了 怎么办 但是 妻子一直体弱多病 如果这次打掉孩子 妻子可能再也无法生育了 妻子好难过 妻子一定也很难受吧 先生 今天是病情观察最后一天了 请你确定一下 是否进行手术 宝大还是宝小呢 如果孩子出生没有妈妈 肯定很痛苦吧 但是妻子可能也想度过 有孩子的时光 如果选择宝小 会有奇迹发生吗 宝宝顺利出生了 但妻子真的没了 难受 二维码是绿色头发 比古市的绿还要绿 这边还有胡萝卜 它是橙色的头发 维C是橙色的 帮小姐姐直发逆袭 那这扫把应该是紫色的头发 还好 没什么味道 这狗狗呢 动不了 把它的毛剃掉嘛 那它的毛发是黄色的吧 小黄街用一下了 对了 把电视打开看看 这谁呀 西装是黑色的吧 渣渣灰当然是灰色的 原来是灰色的 那这边墙上的应该就是红色的 中国红才是真的红 现在够了吗 头发还不够 哦 那看一下窗户 这狗狗饭花吃嘛 那它的花是粉红色的 还残留着玫瑰花香味 等等 它的眉毛能剃下来吗 眉毛应该是黑色的吧 头发不够眉毛来凑 这回够了吧 头发还不够 还不够啊 还有哪里有颜色啊 柜子里吗 哦 蓝眉是蓝色的 蓝眉是蓝色的 这貌似缺个白色吧 什么东西是白色的 难道是这根天线吗 电线是白色的 这些应该可以了吧 我去 小样 这还不把相亲对象迷晕 你已经把我迷晕了 蓝色裙子是妖精的 那这个红色嫁衣肯定是新娘的 所以黑色短裙就是小恶魔的 那狐狸尾巴肯定也是妖精的 有狐狸尾巴 当然还要来个狐狸的耳朵呀 那它搭配的也是蓝色的鞋子 那红色的绣花鞋就是新娘的 红色的脚铃铛应该也是新娘的 不对呀 难道是妖精的 真是啊 那我懂了 这个金色的铃铛肯定也是妖精的 但是这个发簪是谁的啊 新娘的吗 不对 难道是妖精的 恩公 多来找小女子玩呀 所以它是报恩的狐狸嘛 那红盖头肯定是新娘的 诶 这不对吗 算了 长支架肯定是新娘的 那小恶魔是搭配鱼网袜 然后是黑色的高跟鞋 恶魔肯定要一个红色的尾巴呀 再加上红宝石项圈 手里拿着辫子 然后戴上一个魔角 不对呀 他们俩的头饰都戴不上啊 难道是换错位置了 我去 这是头发搞错了啊 那新娘戴上红盖头 小恶魔戴上魔角 让无的鞭子来好好惩戒你吧 这咋还没完成 哦 对了 还要给新娘化个妆 然后再提着灯 对吧 被人家缠上可是很难逃走的哟 那他们谁才是你的心动女生 如果让史莱姆进化报恩 你这些年一直亏待我 还想我报恩 我去 啥时候亏待你了 主人 请帮我进化 难道要公平一点吗 那把星星给史莱姆 谢谢主人 再改善环境 谢谢主人 地面环境也改善一下 谢谢主人 然后把星星给小羊 谢谢主人 再改善一下环境 谢谢主人 他的地面环境也要改善 谢谢主人 接着再让史莱姆进化 谢谢主人 然后小山羊也进化 谢谢主人 这回先让小山羊报恩 你这些年一直亏待我 还想我报恩 我去 我什么时候亏待你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难道是我忽略了什么重要步骤吗 可是这些星星花完之后 已经没有道具了呀 哎 这块云不一样 把它给史莱姆吗 谢谢主人 哦 长出了翅膀 原来是这样 那这边的应该是树叶 是椰子来的 谢谢主人 所以小羚羊可以进化报恩了 主人 轮到我报恩了 哎 怎么没反应 难道是一起报恩吗 主人 轮到我报恩了 那这个 minutes 您就记得了 老板 什么低调